哈喽大家好,我是Guma-san 今天这期我要和大家聊的动画是 《重生者的魔法一定要特别》 以下简称《重生者》 在去年10月我就看见观众推荐这幕方给我 以期说是推荐嘛 我更觉得是观众要为大便给我 让我鉴定这幕方是不是大便啊 我会这么说的原因是呢 我在还没有这次追这幕方之前 就已经看过本座的相关评价了 我看见的整体评价算是5050 有些观众说好看 有些观众说不好看 就连一些批分网站的评价也是提两极面的 但是《重生者的魔法》播放完结后 就直接马上公布第二季啦 那有一股 哇!看起来《重生者》的口碑好像好棒棒哦!的感觉 当然动画完结后 直接公布第二季制作决定的案例 我是已经见怪不怪啦 甚至我认为公布第二季 也不是因为口碑有多好 而是动画作主、作者和出发者 讨论制作这部动画的时候 早就已经定好是用半年翻的篇幅 去改篇这部动画啦 再加上进化果子这么垃圾的动画 都可以有更垃圾的续集啦 《重生者》的魔法会有第二季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啦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 如果我刚刚说的 一早就定好半年翻的这个录点成立的话 那也算是证明 动画作主对原作的故事充满信心 觉得自己一定可以把它给改篇好 这也使得我对《重生者》的动画感到好奇 但也因为我本人在十月追了不少的动画 所以去年十月我便没有时间去追重生者 我是前几天才花了一天的时间追完的 追完后我过马上的感想是 非常非常非常的摆开水 对!第一季给我的感觉就是平淡 平淡淡好像是我在喝普通的摆开水一样 是一部很无聊的动画 老实说我看《重生者》的时候 差一点就要睡觉啦 除了故事有一些槽点以外 我就讲不出《重生者》有什么特点啦 好吧我们就先从故事开始聊起吧 《重生者》的故事是讲述 男主角戴基尔是一位很厉害的魔法师 他和一群同胞在影子世界里冒险 必要打败一只Post恢复世界的和平 也就是要打倒这只龙啦 就在重要的同胞一位一位牺牲后 男主角和世界要活着的同胞对话最终Post 但后来还是以失败告终 整个世界被毁灭啦 就在男主角以为一切都已经完蛋的时候呢 他张开眼睛发现自己人在魔法学院 然后一切的环境和眼前的开学 致死都非常的熟悉 仿佛以前好像就发生过似的 此时男主角察觉到自己已经穿越时空 回到了13年前的世界 男主角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拯救同胞 以及世界的好机会 所以男主角就以过去的同胞 罗马蒂卡和布兰相遇并且训练他们 面对未来即将要发生的已知世界的冒险和战争 以上就是重生者的魔法 一定要特别的故事大干啦 我相信大家听了刚刚的故事大干后呢 应该会心想说 靠 又是穿越过去的罗奥天翻 这题材腻不腻啊 所以最近这几年这种重生啊 逆天改命啊的动画真的是很多啊 大家看见类似的题材呢 的确是有点腻啦 但我觉得这点还好 因为动画当下流行的类型呢 本来就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或者是追加流行的题材 我们平时看见了罗奥天翻 转身翻 或者是穿越一世线翻和后购翻也是如此 如果那部动画本身呈现的故事内容有趣的话 其实主题再老套也好啊 我觉得是ok的 但实际上呢 除了男主角勉强来说 不是罗奥天这一点来说以外 他的整个故事套路太公式化了 就是带着13年的记忆穿越过去 然后靠着以前所发生的基地去帮助同胞 或者朋友之类的剧情 就是很典型的逆天改命的故事而已 在整部神话的故事里呢 我是完全看不见男主角有什么成长的剧情 因为他是带着13年轻的记忆和经历穿越来到这里 所以在剧中男主角对待同胞的表现就是 笑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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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轻轻松松的帮助同胞解决问题 一开始看可能我觉得还好 但男爵这种性格 你从地画看到第十的话后呢 就会觉得有点力 又没有什么记忆点啊 就是因为男爵在整部剧情里呢 真的是太四四顺利了 完全看不出男主角有什么苦难啊 可能观众听到这里就一说了 诶 那把他打成是看男主角装逼的爽翻就好了啊 你们说的没错 如果打从一开始这是一部爽翻的话 我以上所列出的那些问题呢 是可以无视掉的 但事实上这不是爽翻啊 因为这部发从头到尾就是很一本正经的认真讲故事 并且告诉观众 男主角无论用什么所谓都要改变历史 并且拯救身边重要之人以及这个世界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啊 是男主角在第一话刚开始知道自己穿越过去的时候说的啊 其实这算是故事一开始的看点之一 因为男主角作为一名过去失败一次 然后弃生激励失去一切的受害者呢 主角的心境肯定是比其他角色来的复杂啦 所以照理来说 男主角的心境成长变化是这部发的重点 剧情一开始以及中间某一段剧情 的确是有讲到这一点 令我男主角看见自己的朋友受伤 他就责怪自己的能力不足 也提到了男主角很害怕再次会失去重要的同伴 以及他软弱的一面 说的剧情我觉得蛮好的 但是类似的剧情就只有两段 两段讲起来也是不到十分钟而已 事后男主角还是轻轻说说 速速力力笑眯眯的改变过去 这些所激烈的小小挫折好像没有发生过似的 个别说除了穿越过去改变历史的套路剧情以外呢 这部发的舞台还是魔法学院 而且还有什么贵族制度之类等等的老套设定 所以自然而来呢 就会有很多其他动画有演过的老套剧情 或者是你们能想到这类型的公司化的套路故事 这部发通通完全都有演 例如皮靡调打贵族 让贵族大开眼界 不然就是明明这些学校有老师 但为什么老师好像比学生更弱啊 然后老师还太XX脱学生去干掉恐怖分子 等等的老掉牙剧情 从某种方面来说呢 重生者简直就把很多动画的类型老套路剧情 合在一起 变成了一部七美拉动画 说白点就是风和怪啦 OK说完了角色和故事后呢 现在就是制作品质 大家说这个话题之前呢 我要先说一个题外话 虽然我前面说 重生者的剧情很频道又很公式化 但是这部发呢 有一样东西 我觉得勉强来说是蛮特别的 那就是这部动画有着大量的战斗场景 我随便算了一下 什么话里面大概就有9或者是10话都有打戏啊 就要是少年战斗翻啊 都没有这么多啊 所以据说他的故事表现不是很好又频道 这种打戏量 如果动画作主可以搞好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把它当成一部爽方看待的 可是事实上终究只是如何而已 故事不止普通啊 这种品质也是非常的普通 甚至还没出现BBT的战斗画面 大家身为一名看过无数部浪翻的我呢 肯定是有看过比重生者更大的打戏 重生者的打戏在我眼里 最多只能说是廉价而已 不至于刀烂或者是粪的地步啊 但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打戏太多了 如果重生者的战斗画面就是这么的廉价 可是他的战斗剧情只不过是占了整个篇幅的40%的话 那我最多只是会说就是廉价而已 并不会特别去在意 故事内容比较重要嘛 诶 虽然说故事也是好不好哪里去啦 可是至少我不会觉得动作或者是战斗画面是 这部方必须一定要弄好的东西 但事实上这部方的战斗戏几乎是占了整部方的三分之二 不管原作者或者是动画把它倒点 有解释战斗不是重生者的重点还是其他的原因啦 都无法否定观众要看整整十多画的廉价战斗画面 不能不说真的是蛮破坏观看的体验 以及影响到观众们的心情啦 更别说除了战斗画面以外呢 其他那种日常对话的剧情画面也是好不好哪里去啊 所以制作品质整体而言呢 我是觉得不太实难 就看动画作主在未来第二季的画面品质上会被下功夫吧 以上就是我对重生者的魔法一定要特别的光厚感啦 其实今天这期我原本的文案是比我刚刚吐槽的评语更毒蛇的 到后来我就想了一下以及考虑到一些东西后 所以我就修改文案改成没有这么毒蛇啦 首先是我在之前就已经有看过非常多比他烂的烂翻啦 对我来说重生者的问题只是小而可以 我已经麻木啦 另一方面是呢动画作主的资历问题啦 负责改编重生者的制作主算是一间蛮新的公司 算上今天这一期的重生者 该做的主至今制作的动画才四部而已 其中有一部还是和别公司合作制作的 一般上我会对比较新又制作动画数量少的动画作主不太会严格啦 就像我早期比较马化妃的动画时呢 也不会统照到太用力 当然马化妃制作差不多要十部动画了还没有进步 后来又改变了固有记人是最佳和某大叔这两部大片就是后话啦 虽然是这么说啦 但你问我这部发值得看吗 抱歉 以递进的全部对楼来看呢 我觉得不值得特地花时间去看这部发啦 人取代这部同类型的动画真的是太多啦 除非你是时间多吃饱没有事情做啦 要不然我是不太推荐你们去看这部重生者啦 至于未来我会不会继续追第二季嘛 就到时看我还记不记得这部发的存在吧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吧 那这样对本期节目又有什么看法 以及你们有什么动画想要介绍给我看 或者是希望我聊的话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分享你们的看法哦 最后如果你们喜欢本期节目的话 欢迎大家按个赞给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支持我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by b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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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а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